38岁拿4670万,火箭真敢出手,球迷高呼,还不如牵下詹姆斯今年33岁的保罗自从去年加盟火箭后,也确实让火箭变得更强,若不是他在G5的意外受伤,强如勇士都差点让他们拉下马,只是要是火箭真的给保罗5年2.06亿的新约的话,只能说火箭这次是真的敢出手,这也大有破釜沉舟之势, 是,因为5年之后,保罗将年满38岁,而且使他的年薪达到最高,一年拿4670万美元,若是到了37、8岁,上了年纪的保罗受到伤病影响的话,占了如此大的薪资空间,火箭要想做出改变都将非常困难。 另一方面来说,要是火箭真2.05亿续约了保罗,那保罗向詹姆斯抛杆兹恐怕是白抛了,哈登去年新续约达2.26亿,保罗2.05亿,詹姆斯来的话薪资至少不会比他们两个少,那火箭就几乎没有薪资再去签其他球员了。 因此说,要是火箭给了保罗5年2.05亿,那就意味着火箭基本上已经是放弃詹姆斯,而准备用灯炮组合为组队核心打造总冠军阵容,在未来5年内去冲击NBA总冠军,如今保罗的续约还没有得到官宣,不过已经有很多火箭求你,对此表示不满,很多人高呼, 要是针这么大的合同去约保罗,那还不如拿着笔钱来签下詹姆斯,然后以两个詹姆斯为核心去打造阵容,这样冲击总冠军的几率还更大一些。 对此,大家觉得火箭是刘保罗还是追逐詹姆斯冲击总冠军几率更大呢? 当然要是莫雷厉害,真的让他们三个在一起了,那西部除勇事外其他球队就惨了, 而东部球队会长舒一口气,这下终于有希望打总决赛了。